咱们继续演 曲头平方马 这一局 红方才用中炮 左边马 一个正马 一个边马 黑方就近七足 红方再起横拘 可能有平拘 捉着个马的手段 但是这个不担心 因为红方如果来捉马 黑方有一个闪击 强行对拘 红方的效率就大大折扣 所以原谱平炮 这也是最佳选择 应该 下面黑方进足 踹这个鞠 在进马 准备削这个中炮 再攻击 所以红方要避手 这还是一步先手打 是 黑方也要硬 然后平鞠 捉炮 又是先手 进鞠 还是先手 下面黑方 进炮 红方通过 多步先手 就抢占了游力阵型 而且把过河俗 也消灭了 下面黑方平炮 红方一看 什么意思啊 那你足丢了 我能理解 因为跑不了了 这个马 为什么不要呢 对不对 正是 比天上星星还多的 秦琼 卖马 然后 红方第一种选择 就是镜像 稳当一点 下面 平举卡类 这个时候 红方不能退炮打 感觉挺好 打一串 是吧 但是一进炮 就无解了 因为打局 咔嚓 杀炮 咔嚓 进士 咔嚓 平帅 一样 是吧 无解 所以 所以局面至此 红方 选择 进炮 要给老帅 留个点位 是吧 同时准备平炮 把黑方的局 打离 但是黑方 再来一个局 这个时候 不能走帅 是吧 因为可以直接看 当然也可以 炮打 都是绝杀 无解 那怎么办 抓紧平炮 打这个局 黑方就浸泡 那还是不敢打 还是不敢杀 还是不能阳士 也不能平帅 都是一招 逼命 黑方没办法 只能费平炮 保住底下 下面谁要是 进足 拱着个炮 我给他没完 为什么呢 哎 大刀弯心 一天能遇 十八次 然后 又没有 然后了 好 咱们回到节点 红方一看 黑方通过 弃码 获得的攻势 已经非常强大 所以这个时候 改变策略 选择退码 不让黑方下底 然后再退炮 就说 刚才我吃了你一个码 现在还给你 把这个炮一销 那单狙寡炮 也浪不起来啊 下面 黑方是先砍像 转一个像 在将军那条 抽这个炮 红方 红方一看 可能都笑了 我平炮 那你也抽不到啊 黑方就改变策略 选择打士 打了士 要来抽鞠 红方只能进帅 然后就打 就打这个鞠 下面先脱底 再进鞠 叫杀 红方 红方 抓紧 平炮 有根 这个炮 也防止 是黑方 拨底 就是说 你杀我的码 我就杀你的炮 挺好 挺好 下面 黑方是进足 那红方肯定要干掉这个炮 削弱 黑方的攻势 黑方进马 两个手段 第一个 是吧 踹着鞠 第二个上马 这个只能电炮 退鞠 就捉死这个炮 所以当前局面 红方只能退鞠 然后 黑方就被中路来了 两个明的 一个暗的 那红方一看也没事 哎 挡住了 但是再进马 钓鱼马 那这个也不能进室啊 是吧 一看 退不了 只能进 这个局一回来 绝杀无野 那怎么办啊 这个杀起 红方是高手 咔嚓 气炮 带起来 哪黑方要硬僵啊 然后 把这个马给削了 但是 黑方砍炮 又带起来 只能进室 带砍 老汉推车 然后 拜拜 拜拜